周二的听证会是两位总裁在不到一个月内第二次接受参议员们的质询 听证会的焦点也继续集中在社交媒体公司对平台上信息的管控是否公平上 对于这个问题来自两党的参议员都认为改革与之相关的法律230条款势在必行 该条款给予社媒公司针对平台上发布的内容采取行动的自由 不过在具体进行什么样的改革上两个阵营有不同看法 共和党参议员们认为如今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远超传统媒体 甚至可以与政府比肩 社媒公司不应有权利擅自决定什么样的言论需要被删除 而应该通过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言论环境 让有害言论得以自然淘汰 民主党方面则认为管控不实言论 特别是与大选结果有关的虚假信息 是社媒公司的道德责任 不应被看作是言论审查 但同时民主党也指责这两家科技巨头缺乏对用户隐私的保护 以及没有积极制止犯罪和仇恨信息的传播 在回答参议员们的提问时 脸书和推特的两位总裁都表示 支持国会在信息管控方面出台指导性政策 并修改有关法律 也强调公司会在如何管控信息方面保证透明度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由于20率务转会最早